港鐵工會表示 現時前線員工除了負責緊急維修的人員 飯中有被納入公事計算之外 其餘包括夜間車長、工程車司機等都沒有飯中錢 不過工會指 港鐵有條文寫明 員工享有45分鐘的用線時間 但是又要員工隨時後照工作 應該給予飯中錢 在偏排人手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考慮 專門有一些額外人手替食飯 都是在原本的工作團隊裡面 去因應那個繁忙時間、非繁忙時間 用回這個工作團隊是四個人的 就用回你這四個人的man power 去側面去放食飯 這個也是剛才潘醫生提到的 對我們服務質素的影響 因為你沒有額外的人手去替食飯 工會希望港鐵表明 45分鐘的食飯時間無需工作 如果期間要奉照工作 就應該扣減工時或者補價作為補償 同時希望港鐵增聘人手 應付不斷增加的工作量 保持服務質素 香港昏迫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 我們喜歡請 Cana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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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